吉安湘仁里万善庙 举办了一场国小一年级新生的 文化溯源开笔名会启蒙开笔礼的活动 遵循古礼由礼生为学生来正一观 行冠洗礼、行礼之仪 朱砂起字、几古明智 还有启蒙苗红等六大仪式 希望学生们在人生的启蒙阶段 学会做人要知道堂堂正正立身 就像人字那样顶天立地 吉安湘仁里万善庙 今年再度为国小一年级入学新生 举办了文化溯源开笔名会启蒙开笔礼的活动 万善庙理事长杨清姬表示 这是一种启蒙教育形式 根据古代周礼和传统文化习俗结合而来 俗称破蒙 每位小朋友身穿汉服 体会不同时代的文化 看到每一个小朋友穿着鼓服 每一个都非常有礼貌 在这边我们开笔礼 在为我们小朋友提供这个服务 提供这个活动 看起来我们小朋友都有受益 刚刚也有拍到很多的照片 我相信经过这个开笔礼以后 我们开那个点珠沙开智会 可以让我们小朋友 在未来的学习的过程里面 都能够非常地精进 以后可以为我们国家社会 能够做一些贡献 今年有来自新城乡 花莲市 洁安湘等69位的小学生报名参加 家长们也都十分重视孩子的品格教育 我觉得很有趣 很有趣 对 而且带小朋友体验 然后穿这么可爱的服饰 我觉得很有意义 妹妹你画什么 圣读经典 以民求学大义 有请启蒙之 好不好玩今天 好玩 怎么样好玩 可以写写字 可以写写字 特别带小朋友来参加的 对 为什么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活动 小朋友多大 要生小一 生小一 那你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就是给他一个类似毕业的 一个小里程碑的感觉 文化溯源开比名会 启蒙开比礼活动 遵循古礼由礼生为学童正一观 行冠洗礼 行礼之仪 诸沙起志 几古明志 启蒙苗红等六大仪式 希望学子们在人生的启蒙 蒙阶段学会做人 知道要堂堂正正立身 要像人字那样顶天立地 这旅会简单相报导